如何在生命中找到满足感 萨古鲁说 满足感不是通过行动得来 如果你仔细观察 你就会发现在你生命里的很多时刻 你都在想 如果这件事发生了 我的人生就完整了 当你还是一个小孩时 你想 如果我得到了这个玩具 我的人生就完整了 你得到了那个玩具 但几周过后 你就不在乎了 生命没有得到满足 当你在上学时 你想着 如果通过了考试 人生就完整了 考试通过了 然而什么都没发生 然后你想 如果接受完教育 人生就完整了 那也发生了 现在你想着 如果你都无法自立 所有这些教育 有什么用呢 那也发生了 三个月之后 你开始想 像一头驴一样工作 有什么用 如果你能与心爱的男人 或女人结婚 你的人生就完整了 那也发生了 然后你也知道 后面发生了什么 无论你做了什么 生命都不会获得任何满足感 满足感不是因为 你的某个行动获得 只有你的内在本质完满 你的生命 才会获得满足感 如果你内在的本质 不受限制 你的生命 同样浩瀚无边 现在 你既可以 闭着眼睛坐着 也可以 采取不同的行动 无论怎样 你的生命 都是完整的 当一个人 内在 达到这样一种状态 他没有必要 采取任何行动 他所付诸的行动 仅仅是 应对外部形式所需 他已经完满了 请看看 为什么你采取了 一个又一个的行动 为了满足感 那些行为过度的人 当你问他们 为什么要做 这所有的一切 他们会回答 不然呢 食物 老婆 孩子 谁来照顾他们 事实是 即便你满足了 他所有的需求 这个人也没办法 安静地 待上 哪怕一天 他甚至 都做不了 三个小时 他必须 做点什么 这是因为 你的内在本质 没有得到满足 而你 试图通过行动 来获得 你的行动 不是为了 你的食物或舒适 都是为了 寻求满足感 无论 无论这是否带着 觉知发生 这些行动都表明了 对无限的追寻 如果在内在 你的内在本质 已经获得满足 那就 没有行动的必要了 如果 外部形式 需要某些行动 你可以 高兴地去做 如果 没有必要 你可以 只是 闭目坐着 当一个人 达到一种 不需要做 任何事的状态时 我们 就可以说 这个人 已经变得 无界了 这 并不意味着 这个人 什么都不干 如果 外部形式 需要 他可以 二十四小时 工作 但 他的内在本质 不需要行动 他就 不受限于行动 即便 没有行动 他 也没什么两样